这个长豆角和小辣椒啊 以后你就像我这样做 保证你能吃三碗大米饭 这小菜老好吃老下饭了 跟着围起学制作吧 刚从菜市场买了一把长豆角 咱们把这个长豆角啊 中间给它披一刀 这样是的话方便入味 把这个小辣椒清洗干净之后 中间滑一刀 这样是的话容易入味 起锅烧油 油烧热之后放入长豆角 咱们下锅给它炸一下 长豆角啊 前部炸熟以后 捞出把油控干 油温再次升高之后 把这个小辣椒下锅给炸一下 炸熟炸透 捞出控干油分 锅底留油 加入葱花拍好的大蒜瓣 搁点红干椒 放入十三香 这小味儿得就上来了 加点黄豆酱油 给它炒出香味来 再来入一小勺的黄豆大酱 全部炒香以后 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 放入提前炸好的长豆角 把这个小辣椒啊 也给它放入锅中 咱们少许的味精 鸡精来点白糖调个口 少许的老抽 上个颜色 开锅之后啊 小火煤至两分钟 让这个豆角小辣椒 更加的入味 看看这小菜 有没有食欲 就对小菜 高级能吃三碗大米饭 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 方便的话 给小瓜点个双击 加关注吧 就是对准屏幕点两下 对我的大胖脸大子 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就点两下吧 感谢你的支持